大家好,我們是海宇勇創隊 我們現在就要講解一下我們的尿片回收箱 尿片公司就可以利用我們的系統 方便地收集尿片和發送優惠卷 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回收箱獨立回收尿片 如果尿片公司用我們的系統 不單可以灌輸環保的理念 還有所減低人民的反抗 另外外國有分解尿片的工廠 收集大量的尿片之後 甚至可以和一些回收公司進行合作 然後是我們這個作品的使用方法 首先,所有和我們合作的尿片商 尿片的那條帶,即是不會膨脹的部分 都會有一塊駁紙覆蓋著一個QR Code 也就是說只要輕輕撕開那塊駁紙 就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使用後的尿片 只要將QR Code 放在我們在自動門下的掃描系統 當掃描系統掃描之後 自動門就打開 然後用家只需要把尿片投入 就可以得到這個優惠卷 簡單來說,用戶只需要買 用完 試一個QR Code 掃描完放進去 既能處理到 自己也可以獲得這個優惠 接下來就來到衡量效益和優勢 首先尿片公司最優先考慮的是人流和金錢 他們多數是以賣廣告的形式去宣傳 雖然是有推廣的效果 但是市面上這麼多尿片公司的競爭下 最後的成效可能其實是未完理想的 而且根據資料顯示 價格也是挺貴的 不過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 就可以透過傳媒的自動關注 令到不需要扔錢 就可以增加公司的曝光 放尿片簡單的流程 也是做出了一個親自感 環保人士甚至有機會是 會間接推廣這個公司 和優惠卷的存在 也都是增加了公司營業 然後請問別人的回答 後來我們會把所有的資料提供 都會提供給我們 使用和提供我們的產品 然後我們會賣的系統 去一個公司 如果公司賣的產品 他們必須付給我們的產品 如果我們賣的系統 去公司 公司必須付8%保護費 如果有問題 它來挑戰 如果有提供它 就會有案件